接下来我要用几期视频来讲一下 我曾经减肥路上踩过的坑 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入过 第一种喝水减肥法 他给的理由有二 第一个呢是说多喝水来增加新陈代谢 我曾经也会在疯狂的减肥阶段去大量的喝水 每天最少要无声的水 但是学过运动学和营养学之后才知道 这种新陈代谢是需要你有大量的运动排汗之后 才会有的一个促进 每天像我那种趴着不动是肯定不行的 第二个理由就是水能增加广伏感 其实水到我们胃里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是三分钟左右 但是当我们大量的去收入水之后 反倒会让我们的胃蠕动的很快 很想去吃东西 所以我用喝水来减肥这个办法是失败的 但是呢我也有了一个总结 就是很多的东西是适可而止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我减肥踩过的坑 二 带餐 我应该是最早尝试第一批带餐减肥的人 想想是九几年 我只有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呢 第一批带餐也算是良心 是各种杂粮磨成的粉 每天严格要求吃多少 然后饿了就只能吃一小根的黄瓜分开来吃 自那以后呢 各种带餐我是坑坑壁入代谢药的 让神经传导一直食欲的 到现在的什么果冻啊 酵素啊 最后的结果就是停掉 马上疯狂的反弹 这些东西能吃一辈子吗 不能啊 而且经过我实践 里面添加的东西我是门清了 真的不敢再吃了 可是呢 我也总结了 我吃这些东西为什么 还不是想着天上掉馅饼 花点钱不费力气 肉就能下去 那些商家就是抓住了人性弱点 这样的韭菜 我是不会再被割了 我减肥踩过的坑 三 跟着我瘦身打卡的 我第一个要求就是扔掉体重秤 为什么 我曾经就是抱着体重秤 不松手的人 从每天早起必须称 到后面越来越病态 吃一口东西都要称一下 搞得越来越焦虑 最后每吃一口食物都觉得是罪恶 患上了厌食症 继而发展到抑郁症 后来通过学习慢慢了解到 体重只是数字 同样身高的人 骨密度 水细胞含量 肌肉含量也不一样 至此以后扔掉体重秤 不让他再给制造恐惧 瘦身重要的是紧直度 维度 通过这段经历让我知道了 健康的体态 脸上洋溢的自信 是谁都拿不走的标签 好好爱自己 你值得 我减肥入过的坑 四 低碳断糖法 曾经盲目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或者干脆拿掉 然后戒掉了糖类 这个时候呢 我的记忆力是减退的 包括一直以来不太舒服的心脏呢 也会比较加剧那种不舒服 所以呢 任何的减肥方法都不是盲目的去做 要去知道它是否适合你自己的身体 后面学习了和身体连接之后 慢慢的这种不舒服感才随之消失 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真正的声音 和它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之后 任何的方法都是事半功倍的 评论区交流一下 你在减肥过程当中踩过哪些坑呢